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委员会主席阿威亚在回答时指出 州政府认为冠病检测实验室不适合设在国际入境处大厦 因为一所实验室必须符合最佳品质管理标准 同时保持筛检样本结果准确 他也指出 柔佛目前有一家实验室 为使用RGL及PCA入境者进行冠病检测 目前的检测能力为每天1000次 并准备提高到每天7000个样本 另一方面 柔南地区自来水有板蓝味道的谜底终于解开了 柔佛州房屋及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阿裕加米尔 今天在州议会上透露 古来市议会调查后 发现污染源头是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资源回收工厂 导致水源被污染 自来水才出现了板蓝味 当局已向对方开除罚单 此外这家工厂也没有营业执照 但却经营资源回收的商业活动 古来市议会已经要求业者拆除工厂建筑 但最近当局又发现工厂在运作 当局将在接下来采取后续行动 接下来是一则浪漫的爱情故事 一名来自中国的男子在与女友分手后决定出走 她要用自驾游的方式环绕世界 她从新加坡入境马来西亚后只打算逗留5天 但随着马来西亚在3月落实行管令 她只能滞留在本地 看似坎坷的路程 但实际上她却在这8个月内邂逅了爱情 来自广州的樊育虎已经花了4年游历世界 她在马来西亚期间遇上了从菲律宾回到新山的朱新义 她们准备一起在西马半岛进行自驾游 最终却从工作伙伴变为情侣并且决定结婚 这是一段千里一线千的姻缘 错过了时间也许就错过了彼此 祝福樊育虎和朱新义婚姻幸福美满 最后一起关注各打定义警区总部扣留所的黑警运毒事件 荣福州总警长阿玉汉指出 警方已逮捕涉案的9名警员以及一名负责从外供应毒品的女子归案 这名女子是扣留犯达多阿玉的女儿现年23岁 在尿检时对毒品也呈阳性反应 多阿玉在今年4月被捕 她是涉嫌走私毒品到印尼的犯罪集团首脑 没想到落网后她竟然把毒品生意延伸到警局的扣留所内 警方是在乌鲁地南监狱为16名来自哥达定义警区总部扣留所的嫌犯 进行尿检 发现5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才揭发黑警运毒事件 警方在扣留所搜出价值近6000令吉的毒品 包括冰毒、海洛因和一些烟草 根据调查 运毒方式分为3个等级 分别为50令吉、500令吉和1500令吉 9名涉案的警员都是低阶警察 但同时 各大定义警区主任、毒品罪案调查主任和警局警长 也因为监管不利目前都正在被调查 今天的道路佛三分钟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 新周日报、新周网